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如果谈到核电 您认为它是绿能吗 向来被全球认为是绿色环保先驱的欧盟 周三欧洲议会通过 从明年开始要把核电厂跟天然气都列入永续分类的标准 意思就是列为绿能项目 投资人就可以把相关的投资标的投入在这两个项目上 这个决定引发欧盟成员国内部哗然 环保团体更是强烈抗议 卢森堡跟奥地利已经表示 如果这个新规则生效 他们就会诉诸法律行动 环保组织也放话 将会上法院控告欧盟 天然气和核能算是绿色永续能源吗 欧洲议会6号投票力挺欧盟执委会的提案 把这两项能源纳入永续经济活动分类 相关投资将归为气候友善 引发环保团体强烈批判 现场抗议人士深传背叛字母T-shirt 口中高喊叛徒 因为天然气是由甲烷组成的气态化石燃料 尽管比煤炭发电要好 但依然会制造一定程度碳排放 不过欧盟执委会认为天然气是过渡到再生能源前的重要能源 至于核能虽然是零碳排 但会产生放射性废料 欧洲议会639名出席议员 328人反对阻止欧盟天然气和核能的动议 278人赞成 33人弃权 接下来欧盟将通过成为法律 除非27个成员国当中有20国反对 否则新规则将从2023年生效 欧盟执委会主席强调 在生活费用飙涨力推再生能源下 欧盟必须重新思考经济成长战略 俄乌战争让欧盟27国重新检视能源政策 并切断与俄罗斯化石燃料的关系 从8月起禁止进口俄罗斯燃煤 年底前要斩断90%的俄罗斯石油 不过制裁并不包括天然气 就怕重伤欧洲经济 现在每个月从俄罗斯管线进口的天然气量 已比去年同期下降33% 但要把天然气列为绿能选项 还是引发许多争议 早在今年2月 全球公民行动团体就为欧盟绿色新政立了墓碑 上面写着被天然气及核能给埋了 德国总理发言人则表示 德国政府坚持核能并非永续能源的立场 前德国总理梅克尔在日本福岛核灾后 承诺停止使用核能 今年底准备关掉剩下的三座反应炉 力推核能的法国 在俄乌战争之际 则宣布要把债务累累的法国电力公司 完全收归国有 要掌控能源主导权 一直以来 欧盟想要设下对抗气候变迁的全球性标准 如今纳入争议性能源 恐损害欧盟形象 2050年前 要达碳中和的承诺也遭到质疑 欧盟目标2030年前至少减碳55% 欧盟执委会表示 这套欧盟永续分类标准 将是把投资导向永续能源的关键 估计每年需要3500亿欧元 相当台币10.6兆的投资才能达成 环保人士痛批欧盟试图洗绿 卢森堡和奥地利以表态将会采取法律行动 阻止核能和天然气被归列为永续能源 绿色和平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也表示 将上欧洲法院控告欧盟 TV新闻组合报道